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东西部差距比较大 不过这个格局和差距已经开始缩细 一派西部城市近年崛起非常快 未来中国西部的发展将会是怎样呢? 因为交通发展带动西部城市近年发展起来 和全球联系的距离缩短了 经济成本不断降低 重庆、成都、西安 越来越多铁路修建延伸到中亚、中东和欧洲 和世界的交流和商机越来越多 处于黄金水道旁边的重庆 更具得天独口的优势 重庆、成都已经成功突围 2019年成都GDP已经达到1亿7千万元人民币 重庆早已突破2万亿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这个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成都、重庆等城市正朝着世界IT工厂的趋势发展 你手上用的iPad或者手提电脑 很大可能都是成都或者重庆的工厂生产出来 原来目前全球每三部手提电脑 每10部手机就有一部来自重庆 连续6年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提电脑生产基地 另外全球7成的iPad是由成都生产 成余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规模 目前占全球规模的三分之一 至于成都在文创产业方面已经在发力 腾讯新文创总部项目也都进驻成都 未来将重点发展网游、电竞、动漫、视频、文女等新业务 字节跳动都会在成都成立创新业务中心 近年全球格局处于大变形势影响之下 部分产业链正在迁移 技术含量高的电子信息产业 亦都由东部向西部转移 西部城市正好获得新的机遇 当地有相对价格低而产能高的产业基础 加上高校科研大力支持 提供足够的技术人才都是成功的卖点 目前成都和重庆在双城经济圈的规划下 目标是打造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以及世界级的电子信息产业群 如果加入陝西、云南和贵州 规模就会更加大 未来整个中国西部的发展不可同日而遇 最后更加大